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期跟大家介绍的我们的小皮孩系列的一个 来自于我们科乐多的一个儿童DIY自制手工实验套装呢 我们今天呢是想给我们的小朋友呢带来一个非常可爱的不导翁 鸡蛋不导翁的一个制作方法 我们需要呢就是它套装当中的这些工具 然后是一个这样的贴纸以及呢一个打火机和我们的蜡烛 这种放在小罐子里的蜡烛 然后我们还要额外的是一个小盘子以及我们的一个钥匙 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就现在展示给大家看一下吧 我们这边呢都已经跟它准备好了 这里是我家的一个钥匙 然后呢这里是一个蜡烛以及它的一个蜡烛杯子 这边呢是有这样的一个贴纸 等会我们是需要把贴纸呢给它贴上去 嗯我们得要把这个小的鸡蛋呢放到这个杯子上 然后让它呢不要给它倒下来 在我们鸡蛋本身呢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洞 所以我们就需要只需要用我们的钥匙呢沿着它这个洞再把它这个洞扩大一些就好了 用我们的钥匙呢在这里是非常的方便 因为钥匙自己是本身有这个尺子 嗯然后轻轻的把它这样转开 然后呢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弄大一些 转把这个洞呢给它转大一些之后呢 就能够更加方便于我们把这个蜡烛的蜡烛油呢给它滴进去 如果它差不多大的时候呢就把它放在我们的小杯子上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蜡烛呢给它放进我们这个小的鸡蛋当中 现在呢我们是要准备把我们的蜡烛油呢递进我们的小的鸡蛋当中 递的时候呢一定要轻轻的把我们这个蜡烛呢给它吹灭 然后再把我们的蜡烛油给它倒进去 如果不是够的话呢我们还会再加入一些这样的蜡烛油在里面 嗯再让它在这个小鸡蛋里面呢再多放一些时候 大概是15分钟之后 当我们所有的里面的蜡烛油呢都变硬了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试一下 看它在桌子上呢能不能给它站在这里 我们把它拿出来看一下在下面的这个蜡烛的部分呢 是已经完全硬了 然后它在这个蜡烛的部分呢 在这个说明书上呢还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明就是说 如果你是想要做到别的一个样子的一个不倒翁的话呢 也是用同样的办法都可以给它组装起来 在旁边呢还有这样的一个贴纸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贴纸呢贴在我们的小鸡蛋上 这样的话呢会让它更加的可爱一些 我呢现在是把我们这个小鸡蛋呢跟它稍微的贴上去了之后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不倒翁呢是做好啦 在这个系列当中呢还有这样的另外一种这个不倒翁 看起来呢是更加的可爱一些 它呢是做成了这种娃娃的一个形状 嗯这样的话呢就会让我们这个小的一个玩具呢永远不会倒下去 然后我们这个小鸡蛋呢就一直就不会倒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制作过这种小小的不倒翁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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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这个小的不倒翁呢其实有它自己的一个科学道理 在它的下半部分呢就是在我们放了这个风蜡的一个地方呢 是相对于它的上半部分来说是非常的重的 所以它的上半部分如果是要掉下来的话呢是一定要超过它本身的重量 希望你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小的视频 如果想看到更多的关于我们这种手工DIY的节目的话呢 可以不妨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频道当中是有非常多的关于我们小朋友怎么去做一些简单的一个小实验的一个小视频 还有各种各样的视频呢 我们每周都会有个定期的一个推送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过来看 视频下方呢欢迎能够留下你宝贵的留言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开心看得愉快 拜拜